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宣布 七月七日 长信殿全线铁路工人 大罢工 北战 喂 葛师傅 您怎么来了 你不是让我帮你量一个铁活的尺寸吗 这罢工的事怎么样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万事俱备至前东风 这东风是什么 东风就是郑黄玉 我师父 对 就因为他是你师父 你们俩可以过话 他能干什么呀 七月七号 我们要用他的火车头 拉响气敌 发出信号 那就是我们总罢工的开始 明白了 这事叫我了 好 那我走了 邓先生 邓先生 有日子没见您了 最近您挺忙的呀 天天瞎忙我 就接受点工夫 赶紧过来找你一下 您找我有事啊 这话说 这没事我就不能找你了 等等等等 您随叫随到 这还惨不得 晚上到我那儿去一下 咱喝点酒 今天晚上 你有事 我没事我一准去呀 那就得了 那我家得合点 您慢点 这老狐狸 又出什么妖蛾子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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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餐来了 我师父在这儿了 上门 师父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您啊 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来看您了 您行 给您带点好的 来 上来吧 农哥 用拢弄我折吧 坐吧 别去 但您做哪有我做的事 早来这套 这庄孙子也不能为完没了 得 坐吧 让您看出来 我呀 就是把康夫本身叫来吃饭 就是不查让你们俩闹得太僵 当然我也明白 你们哥俩呢 将来也不会走得太近 邓爷 我真不知道 您为什么要这么干 说实话 我不想和他吃饭 不吃也得吃 而且还得好好吃 你别忘了 今儿这桌子饭是李请的 我呢 是帮个忙 帮你们传这局 我知道您是好意 但我跟本善啊 真不是一路人 以后将来也一样 踏踏踏了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孙子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你混得特别好 比他又有钱又有面 干怎么了 这不明摆着呢吗 你看我这 他不还在放那秋生吗 丑工人 你别忘了 这都是我给你的 我能给你 我也能给他 你懂吗 懂 我这佳琪已不作人 知道就好 人哪 不能光看眼门前的事 物光要放长远 怎么说呢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依我看呐 将来康本善未必比你更得差 只会比你强 不是 师傅 您到底听明白了没有啊 你师傅又不傻 我听明白了 你是说这个工会 能成事 那当然 必须成啊 那铁路局真能给工人涨工资啊 涨啊 那我呢 你也得涨啊 我不是说涨钱的事 你还想升官啊 我们家祖坟上没涨那棵草 我是说呀 等你们折腾完了 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汽笛是我拉响的 不用废话 就能把我开了 你想让你师傅喝西北风去吗 这事我 我没想到 邓林一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工会这帮人啊 在鸡屋处栽了根头以后 往事了几年 后来呢 就把我没帮做蛮子也轰出来了 他们具体要干什么 这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我听说啊 他们私底下一直在串联工人 估计啊 是要干点什么 他们能干什么呀 无非是想折腾点事呗 真的 你呀 把二的给我舒适点 您放心 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跟您说 本善来了 邓大哥 来了 李大哥 等你半天了 来得正好 锅儿咱马上就上 你们慢慢聊着啊 我上屋里忙去 老子 您忙着 快坐 本善 不是 邓大 您先等一下 今天啊 我们俩有几句话得说清楚 不然啊 我什么都咽不下去 等着这是 说说咱俩的事吧先 邓大哥跟着看着呢 说吧 我的信 怎么回事啊 说说吧 信 是我给结下来了 但是我给撕了 撕了 你 你凭什么把我的信撕了呀 因为我不高兴了 邓大哥 你给评评理 冉秋从法国给我寄的信 让他给撕了 解灵海虚 细灵人 你看看 本善为这信的事 着多大的火 你好好给他解释解释 因为邓大哥知道 他的腿是我给踹折了的 可这常心地 知道我有这功夫的人 只有你康本善一个人 所以我就认为是你告的命 邓大哥 你说这人这小心眼 就因为这个你把我信死了 我还告诉你顺子 不是我告的命 邓大哥 你给他说说 得泪本善 你们听我说两句 好不好 来 你给我坐下 听大哥的话 坐下 我今儿把你们哥俩 叫到这儿来 就是想把这事给说明白了 你们听我说 这事是这样 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不瞒你们说 给我置这条腿的那老郎庄 认识你们俩的师父 是他告诉我 你是不是这绝活 只传给了你们俩 那本善跟我跟亲兄弟似的 那谁能给我下这黑手呢 只有满城书 听见没有 这邓大哥说清楚了吧 不是我告的命 现在轮到你了 我这信怎么说 得泪 顺子 这信的事了 你确实误会人家本善了 你听我的 敬本善一辈 行 那我就敬你一辈 这气死我了 你可真成 你撕了 你 你撕完那那 那纸都扔哪儿了 我没扔 好 你都给我 我自个儿拼 给你 你也看不了了 又不是法文 我看不懂中国字也不 我拿茶水给泡了 都黑了 这汤都黑了 这汤都黑了 等等哥 今儿这饭啊 我真吃不了了 你瞧他这粗 我跟你说顺子啊 咱俩 吃冰棍 拉冰棍 没话 没本事 还挺成功的吧 不不不 老婆 点锅子 别喊我 我信我是撕了 但我也看了啊 你早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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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们说和了 那这个 分酒必和 和酒必分 听不懂 这分就是和 和就是分 还是听不懂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这帽和神理你懂吧 这我懂 你是说顺子对本善 顺子是什么 狗 这看家的狗不能教 教会那狗它不咬人 你是让顺子替你防着扛本善 就怕防不胜防啊 我是不想让康本善 对我有戒心 你把这信里的这内容 给我说个这个 八九不离十的 这个私信的事 我就不计较了 你要是不计较了呢 我努努力 还真有可能 能回忆起来个八九不离十 你得先跟我说个八九不离十 我才能不计较私信这事呢 我 我告诉你 你 你 你注意态度啊 你别吓唬我 你要是吓唬我 我告诉你 我现在 我这 我这 我这卖啊 我告诉你 行行行 你甭给我来 我很容易我 好 好 好 我嘎瞪我就沉 我就沉了 我就沉了 今儿今儿我扶你 今儿今儿我不着急 我这一宿啊 咱哥俩就在一块 你慢慢回忆 你慢慢给我说着 咱说归说 闹归闹啊 这日本人 你说冉秋给你写的信 我能不告诉你 我肯定能告诉你 其实冉秋是一个好姑娘 嗯 她这信主要跟你说的就是 说你的发小 顺子这人 嗯 不从 提你了 提我了 说顺子这人啊 善良 你呢 对她以后得好嘞 你打住吧 艾伯总 我就不相信 这是冉秋说的话 你别逗我了 你说我容易吗 我这么个痴心的汉 你说你跟我说点实话 她说那词我不想说 你 你 我想听啊 你 这可酸了 你觉着酸 我不觉着酸 你就急死我了 你快 你快说 远隔成长 嗯 我现在正坐在巴黎的咖啡馆 咖啡馆 我没去过法国我都知道 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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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你就往下说吧 我喝的咖啡是空的 但我想你的心 你 是天地 太酸了 别别别 你觉着酸 我不觉着酸 好好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 我非常的思念 你说这多腻味啊这个 我不觉着腻味 你别 你好好说 你好好说 你回来正好 赶紧的 把衣服换了 我要好一起洗 不着急 什么不急啊 你那衣服都快馊了 咱爸妈呢 屋里呢 爸 有点事 我跟你说点事 回头你跟爸有点钱 买三十斤玉米面 我跟爸要钱 这合适吗 合适 爸最爱听你说话 不对啊 左伙计刚进了几十斤玉米面 干吗又买呀 有用 囤那么多粮食干吗 这大热天长虫子 不是咱家有 那谁用啊 我想好了 您要有那本事啊 就好了 不逗你了 通知下来了 通知下来了 长新店全线铁路工人罢工 定在七月七号 那没几天了 可不是嘛 我想了七月七号那天 工会这事那事的 肯定谁都睡不着觉 咱先把帮我们面买回来 到时候蒸几根窝头给咱们送我去 还是您想的周到 行 得空我跟咱们要钱去 得嘞 好媳妇 看见了 你闻了 你赶紧的 不是我换了 好嘞 换了 去路 徒师爷 这是孝敬您的 人家做生意 要不供文财神 要不供武财神 您知道我为什么供您吗 我就是想让您老人家 时刻地提醒我 什么叫兔子尾巴尝不了 您说 我万城市学着做买的 他就有的人在背后说闲话 他呀兔子尾巴尝不了 我当上掌柜的了 他就又有人说闲话 他呀兔子尾巴尝不了 我告诉你 我呀不信命 我还非要把您的尾巴养的 但是又肥呀又大 您这 像我一跳 你念念叨叨叨说什么呢 是不是人家闷得我 我给他说段评书 他大早上起来的 也没见着你 忙什么呢 忙得我脚样子都快朝天了 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那么多人卖粮食 棒子面都断货了 跟过年似的 你那发小玉兰家 昨儿刚让货见 买了四十斤回去 今儿他自己又来了 四十斤 这离过年还远着呢 我看看去 伙计 你这棒子面真没了 你也看到了 它确实没了 不是 那 那这什么时候才进货呀 这 我们掌柜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那你 掌柜 万代掌柜 有 忙太太 还能拼 那我说你这够忙呢 来几回来都没仇见你 麻雀不叫麻雀 叫巧 今儿咱俩不就碰上了吗 今儿我得带你好好的 参观参观 走吧 得 我看完你这迷走局 那个 看看 看看 来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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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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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火锦不炒啊 看花 看花 别一看到我就紧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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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粮食 虽然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啊 但是你这 她摆在这儿 你看她心里是痛苦呀 她这个 我要是个女人啊 我看到现在这场景 我真有可能有点后悔 当初要嫁给我多好啊 别说你胖就喘啊 少嘚瑟 跟你们家子晨说 别老他们心里面 不是 孩子都这么大了 还老记理钱的事 谁小心眼啊 到底谁小心眼啊 是你不理她 当了媳妇了 现在就知道 护了自己老爷们了 我那是向着脸 我不给你逗贫了 跟你说要正经的 咱俩还有正经的呢 你瞧你 你瞧你这不正经的样 你们这米斗菊 这米斗菊是真没了 还是你故意团着不卖 才高价格呢 真没有了 也不知道这陈子是怎么了 买粮食的人特别多 你说原来吧 赶上过年 然后有个动乱 大伙都开始抢粮食 你说这大夏天呢 抢什么粮食 你也是跟着起哄 你买这么多粮食干什么呀 我给娘家买 我给娘家买 你爸妈呀 可都是五斤五斤地买 那我就不行多买点啊 就你爸你妈过日子这么细 你要是给她买三十斤棒子面 她能跟你急了 不是 你问那么多干吗呀 你呀 打小就不会撒谎 还电视梦我 我 我蒙得着你吗 行了 你别跟着准 看得我眼睛都晕 我本来呀 还想给你弄个几十斤的棒子面 就你现在这态度 我呀 还不管了 我呀 这事还真挺多的 我这给我看我这错呀 你甭气 你敢不管 别看 别看 专一样下 专一样下 你就说你管不管吧 我倒你玩呢 你的事我能不管吗 你就说吧 多拿药 最迟 六号晚上 七号等用呢 七月七号动手 是 这 举作 这事是不是得赶紧跟县里汇报 不急 那您的意思是 我先找铁路局局长 他要是想让我帮忙 把这事给了了 他不得给我出点血啊 这 这 这行吗 这有什么不行的 我都想好怎么办 你就别管了 到时候 肯定有你一份 得 那我先学学局做了 这帮穷小子 总想闹事 真是不让人消停啊 这俗话说呀 秦贼心秦亡 这些事全是那个工会跳个头 要我说 您不如就派几个人 直接把他端了就完了 这可不行 张总 你得懂个实事 这你得给我加你啊 别说我不敢动 就是县你 他也不敢拍兵啊 他也不敢拍兵啊 这你得给我加你啊 他也不敢拍兵啊 不至于吧 这个小小的工会 有那么可怕吗 工会不可怕 可他的靠山可怕呀 你想 工会怎么来的 他后边牵扯着 北大的学生 是他们捐助的 学生一不高兴 再整做什么 五四游行之类的事来 别说我了 就是现知识 都得立马滚蛋下台 这么说 这背景这么复杂啊 受教了吧 要不是因为这个 什么工会啊 我早就给他罢了 可不过 这次倒是个机会 我让他们 工会自己倒台 我 我就按你跟我说的 跟他讲道理 还跟他说 我师父到底怎么说的呀 我嘴皮都磨破了 没戏 那我师父 觉不退低点了吗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 冻豆腐没法办了 啊 你们那大事儿准备得怎么样啊 我这正发愁呢 他们呀 想在罢工的时候让我师父 拉响汽笛 做这行动的信号 我师父不干呀 他怕丢饭碗 那倒是 那你说他要是不干 谁拉这汽笛呢 这赤壁 要没火他也烧不起来呀 劫持 那赵云 依仗的怀揣右手 判断一场手的将军一刀 杀了一个击尽其处 这才创出 重威 曹操一剑 浙原勇将 烟能晃走 后边是紧紧追赶 追至挡洋桥前 张飞赶荡 不见赵云 见一黑脸大汉 立于桥铺之上 曹操盲问夏侯多 这黑脸大汉 他是何人 夏侯多年道 他乃是张飞 阴骂不壮 老板 老板 陈芝士来了 还真是您哪 我的大人 给您个儿子请安 谁呀 你老板 不信这个老理的 谁人啊 这是大人的 各位父老乡亲啊 必然路过此地 顺便来这儿淘碗茶喝 顺便呢 也看一看咱们长新店的 父老乡亲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啊 谢谢大人 您继续 立于桥头之上之咬眼气 见着大人就挪不动过了 赶紧七好茶去 要不给您去假价 就这儿 这儿挺好 您怎么就一个人来了 我这是 也算是为父私访 不想我对他动价 明白 明白 不过 您这胆也忒大了点 过半军 现在这世道多乱 我知道您想说 我呀 别说 是到这儿来 就是一个人进出晚平城 也不会出什么事 不要忘了 我是打架奉官啊 那是 那是 来 这是本店最好的茶 您尝尝 好好好 您尝尝 茶气清高 茶味干纯 这茶色嫩绿啊 西湖南京 大人 您真是博学多才呀 你们怎么来了 闻这茶香过来的呀 道县公署找您 说您在这儿 我就立马赶过来了 干吗这么着急呀 来来来 先坐下 喝口茶 喝口茶 在下有钥匙并报 诸位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外送内紧 不要打草经车 时刻关注工人们的动向 龙局长 在 七月七日早晨 对铁路局机枯段 实施戒严管制 是 与此同时 你一定要加派人手 把工会监控起来 张局长 高 你的任务很简单 找些个地痞流氓 假扮成工人的样子 守到工会门口 高声叫嚷 他们出了一个大一个 对他们一定要遏制 我们争取这次行动 彻底铲除工会 贺大叔 在这儿干吗呢 您来得正好 这不刚做得的龙须面吗 我看这里边正在开会 不知道这个时候进去 合适不合适 要不您 别别别 里面都火烧房了 谁还吃得下去面呀 这不是过了饭点了吗 我怕知识 会怪罪下来 让你走一走 快走 快走 您就告诉我不行啊 我是吧 我在屋里想不明白 外头我就能想明白喽啊 你别去啊 怎么查 发站的 好 你等会儿 等会儿 搁哪儿又偷这么多好吃的呀 这 怎么说话呢这是 这不是我坐了一桌子 他们都顾不上吃 出大事了 你等会儿 等会儿 出什么大事啊 铁路局长 警察局长 我没听清 嗨 那你这这这 费这么大劲 但是这事下了命了呀 说什么了 七号一大早 铁路工人要到大爬宫 他们要借演技武段 还要找地痞流氓啊 去对付工会的人 出大事了 我没说完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们七月七号的行动 应该是暴露 是暴露 现在这警察局 铁路局 肯定都有准备了 要不我就说 最近厂里边 熬有几个生面孔 本身 你提供的这个消息 真的非常及时 这一会儿怎么办呢 这什么怎么办的 咱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现在耽误至极的话 是赶快召集人 咱们开个会 研究一下 既然 大家都觉得不要等 也不能等 那我觉得 我们就把罢工的时间提前 我同意提前罢工 什么时候啊 六号 我绘制了一张图 我把咱们这一片啊 分成了六个区域 红线化呢 是这一区域 每一个区域呢 有我们的一个人分管 然后这一个人呢 去通知 各个区域的五个人 这五个人的每一个人 再去通知 下面的八个人 都要去通知 这一区域的那些人 都要去通知 再去通知 有什么区域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一区域呢 是一区域呢 那是一区域呢 我没有识认识 来了 这 这怎么回事 师父 这怎么弄 别说话 大汉江山 三 四 百 年 那冬桌砖泉在朝拜 知识真实力啊 这档口能跑到这儿喝点 按兵不动 稳如泰山 您这账真是够高档 龙警长啊 你那边安排得怎么样啊 按您的吩咐 警察局上相做了周密的安排 一定要去保万无一事 保证万无一事 铁路级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们一切照旧 让工人们察觉不到 我们有任何的风吹草痛 我出来的时候啊 还特意地散播出消息 陪大人外面喝茶 我坐在这儿 就是要让街面上的人都知道 我呀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要让那些穷工人知道 什么叫 运筹唯我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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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esh dire 决胜也有醒 再 eses你兒有王 来 你 葵 新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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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邓强同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你们现在去外面看看 天下打乱了 我无人 还我们平等 我无人 我们工人也是人 我无人 还我们工钱 我无人 不改钱不上班 我无人是人 不改钱不上班 我无人是人 还我们平等 我无人 我无人是人 我无人是人 不改钱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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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人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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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干什么您看不出来吗 我们在罢工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提吗 何必这样呢 啊 条件我们上一次都提了 您是全给忘了吧 咱们上次谈的 不是很愉快吗 您是很愉快 我可没有忘了您是怎么 把我们给赶出去的 您不是说七月七号吗 怎么六号就动手了 没想到他们提前呢 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啊 那您还跟这儿站着干什么呗 您还不快去啊 请吧 爷 应该马涛 往里面 让脏 Guten 走 走 我是警察局的局长 我命令你们马上撤离现场 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从现在开始我数十个数 马上给我成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听着枪响了吗